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天丽卡 把水内的温度调高 好的 继续检索关于声控方面的评论 好的 陈总 T5智能机器人的确很方便智能 但大部分操作依赖于声控 如果主人不会说话 这个机器人管家不就变成激烈产品了吗 星光 你怎么看 经过刚才的初步筛选 以声控为检索词 筛选出三千七百九十六条评论 其中大部分的内容 都和残障人士的遭遇有关 说明我们目前的机型 确实存在这样的实用问题 沈总 T5本身的发售对象 就是针对市面上大部分正常人 至于特殊群体 并不在我们的计划范围之内 但我们不可能每一次产品的更新迭代 都把这部分群体排除在外 星光说的真是我想说的 我们研究智能机器人的意义是什么 是为了让人类生活更加便捷 但实际上更需要便捷生活的 往往是那些比生成人类 更为特殊的残障人士群体 未来的新品规划 可以考虑将辅助型机器人的研发 这次T6的研发重心就放在 如何解决残障人士的生活困境上 沈总 根据精密的市场分析 辅助型机器人的研发 需要比正常智能机器人的研发 投入成本多出数倍 销售群体却远远小于正常人群 从收益上来讲 这大概率是比亏本买卖 斯坦科技存在的目的 不是为了赚更多的钱 而是为了做更多 对社会有用的事情 我作为决策者 不会忽略任何一个用户的 沈总 董事长对于斯坦的要求 就是盈利 如果他知道您的计划 也许不会同意 这不是你该关心的事情 我自己会合着说 老王 过来看看 我亲自给我孙媳妇写的调配书 鉴于堪地视频与斯坦科技的业务往来 能够良好长期的发展 故调任夏末 由堪地视频至斯坦科技任职 以便T5 以及后续智能机器人的宣传工作 具体工作由斯坦科技负责调配 您这写得也太好了 完全看不出来是共其私用 什么共其私用 我已经发你邮箱了 你赶快转给老陈 让他以总裁的口气发调令 好的 我这里去办 去吧 董事长 沈总又有动作了 什么动作 沈总已经对新品规划有了决策 打算开始研发辅助型机器人 什么辅助型 就是基于残障人士为用户群体 去吧 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